影响我第一句的禁思语就是 生气就是拿别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身为一个老师 经常会因为学生的不乖不受教 不交作业不做整件工作而感到生气 但是在这一天 我抬头一望看到我的禁思语日记上面写着 生气是拿别的过错惩罚自己 突然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是啊 做错事的是学生不是我 我为什么而生气呢 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决策 更好的策略呢 这就是影响我最深的一句禁思语 生气就是拿别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==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